多謝主席 春節將至可以預期會有大量的遊客湧入澳門 作為正在建設中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除了旅遊設施和服務質素之外 治安的環境是直接關係旅遊市場發展 和國際形象的重要因素 我相信本澳的警方是為本地的治安盡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罪案就層出不窮 例如在最近一段時間 很多的爬舌、爆隔等等 本澳接連出現了仿真度較高的港幣假抄案 使用假信用卡等 治安的形勢是不容樂觀 查閱本澳的罪案統計也都講明了 2013年以來 本澳的罪案一直是持上升的趨勢 2013年1月至9月 整體的犯罪活動比2012年同期增長了8.9% 販賣出售毒品增加了94.7% 中國內地的非法入境無證者 同期增加了10.1% 過期逗留的入境者也都增加了13.6% 整體需要移送檢察院的案件增加了19.5% 春節臨近隨著大量的人潮湧入 我相信本澳的犯罪數字難免一定會有所增加 因此我建議執法的部門在春節前後 應該與內地各有關的部門加強合作 採取針對性的行動 強化警力 加強巡查 一方面要對違法行為和罪案增加威懾力 另一方面要加強對社會影響較大的違法罪案的偵緝 例如是假鈔案、使用假信用卡、詐騙、毒品等 這些工作是關係到能否為澳門市民 在這個這麼大的假期營造一個良好的治安環境 亦都關係到維護澳門的國際旅遊城市形象 治安執法部門是責無旁貸的 多謝 何韻生議員 多謝